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回来转动梦想 年轻人不一样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棒的来宾 叫做惠芳 刚刚惠芳跟我们分享到他从小学音乐的整个过程 然后他国中非常辛苦的努力 高中终于进到了音乐班 可是在高中的音乐班的生涯里面又遇到很多人生不一样的挣扎 所以我们继续听惠芳来跟我们分享 惠芳你刚刚就是说到就是你进到高中的时候就是你痛苦的开始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就是你觉得很痛苦 你刚刚有说很多人的竞争比较成绩 然后这些小朋友的家境也都好像比你好 那你就觉得在班上压力很大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高中的时候你所经历到的一些故事 好 其实我经历到这些 我刚刚有讲到说让我感觉很自卑的这些原因啊 其实就是一些所提到的一些比较 或是这些压力当中 像是我觉得常常一直会存在的那个那种 那个感觉就是好比说我的表现不如人 成绩就是很实际的一个让我自卑的源头 也许我的成绩一直都没有办法被提升 然后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久了 你的成绩一直在那么低分的里面的时候 其实你会一种自我放弃的感觉 你是说学科的成绩 学科也是 数科也是 数科也是 对 而且刚开始我就是这样 我每次只要换一个学习 换一个新的一个学校或是一个新的课程的时候呢 我的第一学习成绩就一定都很烂 真的 我一定是从低到高这样子 绝对不可能会有第一学习就很高分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这人就是那种慢热性的 我不需要很适应他现在的运作 然后到底是怎么样在 知道老师怎么出题 熟悉 所以我觉得比较困 像还有就是我想到一个印象蛮深刻的是 我曾经问过一个同学啊 一些关于音乐上面的问题啊 然后甚至是我很羡慕 你知道有些人 在音乐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弑奏 那个弑奏呢 他看了就会弹 对 然后你就拿再男的曲子给他 让他的拍子什么都弹得很厉害 我就是在这上超弱的 然后老师以前我就常常被念 就是你都不用脑在练琴 从国中 小时候那个老师这样不用说 你要弄脑袋练琴啊 然后一直都很疑惑 什么叫做用脑袋练琴 我一直不明白 然后所以老师一直说出一些很专业的名词 在我脑袋里面觉得我就是不懂那是什么 所以我很困惑 然后我问到到高中的时候呢 问到这些同学们 诶 你怎么会 啊就这样就会了 我说诶 啊不是本来就会 就是告诉我一些很理所当然的答案 然后我心里就期待的哨哨哨哨哨 那为什么我不会 对 所以就是 就是你觉得面对同学 比较下你自己自然而然 自己会不自觉的跟同学开始比较 对 你觉得说好像自己记不如人 对 这样子 所以同学都是非常厉害 嗯 对当时我觉得我 当时的我 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 然后当时的你 对 所以他们我想 我相信他们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练习 对对对 嗯 那后来 呃 为什么你会好了呢 因为我现在 看你 你是一个笑 满面笑容 然后也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人 完全看不出来就是 我知道你也不喜欢竞争 不喜欢比较 可是完全看不出来你是一个 有这样一段过去 就是你说很自卑啊 看不起自己的这段过去 那到底你是怎么样好过来的 怎么好过来 嗯 是比如说爸爸妈妈有没有安慰你啊 爸爸妈妈知道你压力很大吗 多多少知道啦 但是我不会 其实我不太常讲这些事情 嗯 不太讲这些事情 那你考上高中的音乐班是他们的期望吗 就是说他们希望你考上音乐班 还是说你自己想要考音乐班 他们也都蛮尊重我的决定 那其实我也是有种 嗯 好像没路可走 好吧 就试试看的这种心态 就试试看 所以他们也是 都是支持我的啦 对 那我也是也是看我自己的决定 对啊 嗯 那后来到底怎么样 你是如何走出这个低潮 嗯 我当然一定经历过有一段蛮长的忧郁 也算是有点忧郁跟郁闷期 嗯 然后在这段过程当中 我有一阵子真的很不想去上学 嗯 下课我都甚至是很想 真的真的很压力大到一种境界 我都好想回家 甚至很不想念书 对 就是真的有点算自我放弃的心情 嗯 对 可是每次我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回到家 那的那种感觉啊 家里 因为 我觉得可能父母 看得出压力很大 他不会再要求我什么 就是让我适当的休息 每次回到家 我就完全没有压力 然后每次要回 再次收拾行囊 回去学校的住宿的生活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痛苦 那你回到家里都做些什么事呢 就放空啊 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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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他睡到自然心 什么 就是休息 就真的是休息 可能肉体的休息 然后有可能是 就是 去散散步的这种 反正就是也没有做什么太特别 但是就是 很喜欢窝在家里面 爸爸妈妈会带你 安排时间带你出去玩吗 就是你回来的时候 不会 因为反正 我也不想去哪里 你就只想要待在家里 然后就有一种 很大的依赖感这样子 但是家里让我觉得 很大的安全感 然后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因为我其实在 我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 对 然后我觉得 其实信仰是 才是真正帮助我走出 这个自卑 很多的 没有办法去克服问题的 当最大的解药 跟最大的改变 怎么说呢 其实因为 这么多的困难 或是在这样很大的压力当中 也许别人也可能经历到更大的压力 只是对我当时而已 我觉得我的压力很大 然后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经历 那我已经没有办法倚靠别人的一句豪华 是不是鼓励 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完全让我得到很多的释放 或者真的可以改变 解决我心里的困扰 就是说服你 对对对 不要担心啊 不要比啊 对啊 真的是就说 那你就慢慢练习啊 只是一种 按部就班的方式这样子 可是其实对我来讲 功效并不大 没有用 唯独透过 真的透过祷告 嗯 对 在祷告 在祷告当中 我就真的很大的释放 然后甚至是每一次啊 只要我去 参加聚会的时候啊 神都会很大的修复我的心啊 然后神让我在总是在祷告里面 祂让我看见真正的自己 然后也透过很多人的祷告 为我的祝福都说到说 我的音乐不是哪来 不是哪来 不是哪来在这世界上面 可以就是说 比较或者是 可以可以有所成就的 嗯 因为不是我哪来 有所对自己有所成就的 嗯 后来我就 每一次当有人为我祷告到 这样方面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开始回想 我到底为什么学音乐 嗯 因为其实到久了 你知道一个绝境里面久了之后 你就真的会发现 我到底在干嘛 我为什么要走来这条路上 忘记那个初衷 对 然后我一直在想 那个初衷到底是什么 嗯 有的时候我真的完全忘记 我为什么学音乐 只是因为我好像学很久 嗯 可是后来慢慢的 不得不继续 对 不得不继续 然后 嗯 然后 可是 后来我在回想的时候 才发现说 原来其实 我 我学音乐是因为 我可能因为 因为我从来在教会长大 那我在一个乡下的教会长大 那那个教会 就是 只有我 我的外婆啊 以前也在教会弹风情啊 然后我的妈妈 后来就换成接班人啊 然后就换她去弹 但是都是弹很简单的东西 嗯 然后一直到 我出生后啊 然后他们想说啊 那教会也没有人会 会去弹 因为那没有那个环境 而且 在乡下里面 更不可能去学音乐 对 然后 只是因为我妈妈会一点一点点啊 然后就这样教我 然后看我也学得蛮开心的 蛮有兴趣的 就继续培养我 然后他们就不断的告诉我说 好 让她学也好啦 这样以后教会就可以用啊 对不对 就是用这种心态 然后我就不断的被惯 就是 才知道说啊 我以前 我学音乐好像是为了教会的学的 嗯 对 对 然后 并不是为了要 譬如说 有些人想要出人头地啊 或是有出音乐专辑啊 对 你只是为了想要在教会 来服侍神这样子 对 所以老师曾经也纠正过这个心态 哎 他就很纳闷说 就是 因为你知道学艺术的人 一定要有很大的企图心 对自己跟任何事情 你怀着热忱跟梦想 嗯 那老师就很 有 我记得以前 我一个老师曾经就很大的问过我说 你怎么一点企图心都没有啊 他就说 就是很大的优点 严厉跟责备 嗯 他说到一些很多我的问题啊 然后说 你为什么你都不用心啊 然后是说 你可不可以有点企图心 企图心是说 想要成名 对这种有一个作品啊 这样子的企图心啊 是 嗯 应该是说 你 你有没有真的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嗯 或者是说 你有没有把想法情练好 嗯 你想不想在这关 或是在不想比赛当中 你真的对自己抱着期待 嗯 因为其实 我为什么不喜欢比赛 因为就是 比赛你必须 极具个人特色 嗯 你必须 嗯 你真的 你真的必须要有很多的 呃 别人更好的在里面 别人才会看见你 嗯 然后我就觉得 我好像是 必须靠过努力去看见我自己 或是让别人看见我 等等我感觉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压力很大 嗯嗯嗯 难道不能跟一般朋友 这样认识就好了吗 嗯嗯嗯 对所以 呃老师就曾经说过我这个部分 然后很没有 很没有企图心这件事情 那我 我也经历很大的反省里面 但是就是 只是就是说 在在在学音乐里面当中 这个这个这个痛苦 就是透过祷告 嗯 然后呢 神让恢复我的自我价值 嗯 每次透过祷告呢 甚至唱诗歌的时候啊 我都很 好像神会很重新的告诉我 一个生命价值的意义 到底在哪里 我不只是盲目的去追求 老师们要的 嗯 我反而重新去找到 到底是世界要的我 还是父母要的我 还是人要的我 最后我找到的是 神要的我 是怎么样 那神要的你是 什么样的你呢 这个问题其实 其实很重要 就是 因为好像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也面临到这个这个问题 就是我要成为世界要的我 嗯 世界要的我就是 成功 嗯 有名 有利 嗯 长得漂亮 嗯 身材要好 对吗 可是 可是 父母要的我 可能也是就是过得好 幸福 快乐 嗯 但是神要的我们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知道神要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会方吗 我觉得越来越大啊 可是我到现在还是重新神会给我一个越来越多的答案 嗯 小时候 以前在高中的时间呢 我觉得 我不是像 我到现在我可能更明白 可是当初我并不是到现在 没有那么像现在这么清楚 嗯 可是我只知道当时的我呢 我很清楚知道 神不按照别人这样子看我 嗯 就像是 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说 人是看内 神是看外表 但是神却是看内心 嗯 对 然后 其实这个 这个这样子 高中的三年里面 我最大 经历到神的 一直改变跟提升 可能在前两年 高一高的时候 我不断地在 陷在自我的迷惘里面 还有自我的怀疑当中 嗯 可是真的到 高三的时候 我不能不 站立起来 因为我要考试了 我必须要升学 嗯 那这次也是很大的压力 而且我在一个花莲第一学府的高中里面念书 每个人都在沉迷在一种 必须要考上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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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这种的风气里面 我也被逼得不能 不得不这么做 嗯 然后呢 我就开始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其实这个 在高三那一年当中 却是我 从 算是有点反败为胜的 那个感觉的 那个过程 真的 我从高一高的当中呢 我不断地在 在这样的 嗯 飘渺啊 不断地在 是我放弃 想怀疑里面 可是到了高三呢 我就开始 嗯 或许神会激励我 鼓励我 可是前两年 我就不断地会回忆 觉得说 不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还是很多问题 嗯 神会鼓励我 一直鼓励我 甚至用圣经的话语 鼓励我 可是我还是会觉得 很怀疑 对 超级怀疑的 嗯 然后直到高三 嗯 我我必须面临这个 搞大学 升学的考试 那我就开始 对很努力的 练琴老师 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我也更在这个 flow里面 就是这样去做 嗯 然后到了 到了最后关头啊 真的要考 比赛 真的要考试的时候呢 我就心里 非常的紧张 然后 然后到 然后到了前几 呃在大考之前的 模拟考啊 等等的 练习考 都不是考得很好 然后老师不断的告诉我 说呢 你的 你真的如果就是 只能这样子啊 不然你就要不要放弃啊 换一个 你要不要换一个 换一个管 好到算了 不然学生越好了 最快 好 学生越 钢琴真的难考啊 不要考了 然后就是 就是会有这种 给你最理性的判断 给了分析 每一个 十位老师就有 十位老师的分析 告诉你 怎么样才对你有利 嗯 对 然后他就会一直告诉你说 他不是告诉你什么对你有益 他告诉你什么对你有利 嗯 然后我就 就会 一直很 也是很怀疑当中 到底我要听谁的 嗯 其实我就最 在高中 高山那里 做一个很大的决定 就是因为我 我真的 痛苦到一个境界 是说好 我就必须要 我就必须回去祷告 我就更多 花更多时间祷告 甚至我禁食祷告 那是我人生当中 第一次的禁食祷告 就是不吃东西 来祷告 就是 就是里面说 这个祷告很有功效 然后我就很好奇 就想试试看 这样 然后就没想到 我就真的这样持续这样做 就一天的 一餐不吃 然后我就回去 宿舍里面祷告 然后祷告了 这样子 到大学考试 放满为止 我才停止 那将近 每一天一餐 对 哇 这样持续 大概两三个月吧 哇 然后我就 这也是最瘦的时候 哈哈 然后呢 反正就是说 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看见自己 我还是更努力 而且甚至是说 我在体力上面 没有耗损 别人可能会觉得 都对我这件事情 很责备 其实看到人都会觉得说 你干嘛这样啊 把自己搞死啊 然后都会骂啊 或是什么 我都故意不让别人知道 或是小心一点 然后反正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这样的作为啊 让我看见就是说 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象过 我真的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胜过 对我来说都是很厉害的人 对我来说都是很厉害的人 的这样的想法 从来都没有在我脑袋里面出现过 可是透过祷告 我真的看见很大力量是 我不只是自我实现 甚至我看见自己的潜能跟潜力 然后当我真的这样子做到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心里真的说不出 比我中乐透还开心 因为我不只是突破那个忧郁的感觉 跟自卑的感觉 我是真的知道 原来我也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做到 甚至是我靠的不只是自己的力量 而且是靠的是上身 上帝给我的力量 让我能够突破所有的重围 老师们正对跟同学们看到这样的 跟父母们知道这个 都非常的傻隐跟惊讶 然后我那个盼上同学 还硬实这样子哭爆了 我还要间接伤害到他 你后来的成绩就是你赢过了全班的第一名 就是你变第一名 对 那你后来是考上哪一间学校 考上台一大 台一大 所以因为你不是原住民嘛 虽然你长很像 所以你是平地人实实在在的考上台一大 那是非常优异的学校 要要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才能考上 对吧 所以我想你自己应该是非常的开心 对 哇 今天呢 惠芳来到我们当中分享 他学音乐的过程 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惊讶 然后也觉得他人生真的很精彩 所以我们很期待下一次能再听你分享 就是你当你的人生度过了高中的低潮期 你进到了完全不一样的领域 就是你进到了台一大 这个艺术学府里面 更多的艺术人 对 我们来要听听看 就是说下一集来听听你在台一大的生活 还有为什么最后 你可以出国深造 你可以继续学音乐 可是你却选择在梦想之家 来实习来上班 所以很期待 下一集再次的见到你 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